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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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大家好 我是宗美 今天是大年三十 也就是除夕夜 然後我將會吃團圓飯 明天就是年初一 也就是新年 這支影片呢 我會拍我新年的時候都在吃什麼 這一個是蒜 年年飯一定要有的 代表年年有的蒜 這一個是花椰菜 這一個是蝦 今天是大年初一 我家今天會吃早飯 平時我家是不吃早飯的 只有大年初一才會吃早飯 然後早飯是昨天的團圓飯 剩下的菜變成今天的早飯 這一個是小就 我每天進幾趟 wij吃屎 我們今生人都不會太能吃哦 我們現在要去吃晚餐 然後我剛剛從早上到現在沒有吃東西 也吃了那個麵糕糕 作詞・作曲・編曲 李宗盛 大家早上好 今天是年初二的早上十點多 然後現在要來吃早餐 現在是大年初二的晚上七點 然後我就要吃火鍋 現在是大年初三十點多 我现在要跟你们介绍一下我家的年货 这些都是饮料 有100号有冻奶有菊花 还有酒还有可乐这些 这个是零食花生饼 这些都是年饼 还有花生 整整一厢的花生 新年一定会有的 还有单身狗辣条 然后这些是朋友送的一些干 这一个是鱼皮 咸淡鱼皮 今天是大年初四 很多人昨天就已经开工了 假期也结束了 我家今天会出门吃晚餐 所以我现在要准备一下就要出门了 我们现在要出发啦 我们下期待好看 等下期再见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来到了游乐园 我的新年影片就在这里告一段落啦 为什么我会想要把新年的每一餐当成Vlog来拍呢 因为我觉得新年是一个全家人聚在一起吃饭的一个时间 这是一个很难得很宝贵的时间 在这里我要祝大家2019年 新年快乐 万事如意 身体健康 我的影片结束啦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请点个喜欢 并且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次再见啦 拜拜 拜拜